故圣地今论业 无我知有二者 一时我空二时发空 我发知空了 了不可得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二十二年讲《般若经》 这是《般若经》研究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没有智慧以为是真的 身体是真的 身外之物也是真的 你看你是执着的 你的财富也不是真的 你的田地也不是真的 你的房屋也不是真的 你的亲朋好友也不是真的 你的事业也不是真的 全出了 什么时候你能够救悟到 都全是假的 佛说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你执着这些东西是真的 把假的 误认为是真的 你那个真的自信呢 就迷失了 不是真实了 迷了 你看不到了 你以为所迷的那些是真实 这是经上宿舍的 可怜明日 真正的可怜明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